有那么容易被窄吗 你问嘛 你问他最低多少钱吗 他说要3万 给他加1000啦 加1000啊 嗯 这个不知道买不买得起 这个要卖多少钱啊 这个开100万 那你先把这个27000的搞定了再说 来来来 看看这个开100万了 开加100万了 这里还有一空棉的 呦 那现在跟我说 2000预算 厚一点点的 质量好一点点的 希望你们看到这个视频 我借着这个料子说一下 这个料子开加100万 他可能卖个几十种是要的 这个 我早上对他 我说自己呢 你能看到28000他就说卖给你 我刚才说27000你直接说28000 好 我相信你28000就28000 主要我是看到钱 底色很漂亮 这个你不打针看也很漂亮的 甜甜的 电话打了没有 我跟他说了 他说卖也是吧 嗯对 好 再拿个袋子来 我自己呢 我是浪漫子 好 敷过去了 这个料子为什么那么快就弹下来 弹下来的基础是 我们交易太多次了 而且我们合作起来 相对来说比较愉快的 如果他要是宰我 他在这个生意场上就没得做了 还有 有那么容易被宰吗 这个料子我一看 他就整个是甜甜的 然后肉细 脚感也好 这个就肯定是要去做一件人物 机围去厂长 让厂长设计 厂长设计出来了 就上面大概做了一下定位 这个呢 就不出土了 到时候雕刻的时候 导完粗胚 细胚的时候 注意把这个过程录起来 然后这种就是挂件型的 这些人物到时候做 不用我收了 收太多了 没意思了 就做好就可以了 我观观音 观自在 即见真武 见真我 解开昔日 旧枷锁 今日方知 我是我 观音是音 自在是果 哇 这甜底的东西 你只要把它 不要削得太薄 不要皱得太薄 它还是甜的 这样能看得出来吗 观音我喜欢很多种 但是我始终是喜欢那种 比较随形的 可能这跟我的性格有关 是不是融入到这里面去了 我们这个叫底色甜甜的 瓜底 哇 没错 这个整体 它都应该没有剪多少克重 你们去看原材料就知道 原材料它就是这样子的 要是我的话 这里还是会被我去掉 藏着舍不得 藏着很稀采 诶 诶 什么是这种感觉 好 大功告成